大国崛起 那么中国从来就是大国 大家知道中国的人口是第一 这个面积也是最大的之一 而且即使在中国最弱的时候 这两点也没什么变化 因此要说大国 那么中国从来就是 而且从来也没有小过 但是我们通常讲的 当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大国 大家知道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 我们国家尽管人口和面积都很大 但是从来在世界上是 地位是很低的 人们都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那个时候 那么因此有人说 大国还不够 还要是强国 强国就是说打仗很厉害 就是说可以发动一系列的 那种征服战争 可以有很大片的 那个势力范围 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崛起 是不是指的这种意义上的大国呢 当然了 应该说这个国家建设 也包括国防 国防当然也应该是强大的 可是这绝不仅仅是 我们现在要追求目标的 主要内容 我们知道这个大国崛起 他选了九个国家 他这个选择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 他选了一些国家 像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 应该说都是很小的国家 西班牙 葡萄牙 曾经有很广大的殖民地 但是荷兰这个国家 你就是包括他的殖民地在内 其实也不是很大的 而在同一个时期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其实有很多军事强国崛起 什么列强争霸 帝国扩张 金戈天马 燕燃勒明 我们经常讲我们古代的 秦王扫六合 我们这个 成吉思汉 一代天交 威震欧亚 很多大国是动辄就横跨数大洲 像以前什么罗马帝国 阿拉伯帝国 蒙古帝国 波斯帝国 亚述帝国等等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国崛起 都没有把它们列入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想就是 我们现在谈论大国 是在一个近现代化的视野中来考察的 如果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文化不先进 你就是打得很能打仗 这并不是我们所要弘扬的大国 像那个成吉思汉 像那个亚述帝国 这些古代的这些强国 之所以不被列入大国的范围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在 而在大国崛起所描述的这个近现代时段 我们知道他讲的最早的一个就是葡萄牙 葡萄牙的那个航海活动 像格伦布啊这些人 那应该是在15世纪就 就开始了 但是在这15世纪的 开始的这个过程中啊 有世界影响的 有强大军事力量的 老实说 一开始不是什么 那个葡萄牙和西班牙 应该说葡萄牙和西班牙 在海上是很有力量 但是在路上 15世纪的世界上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我们知道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他于1453年攻下了 东罗马帝国 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 就是军事坦丁堡 传统的欧洲 一般都把这件事情 看作是中世纪的结束 和近代的开始 我们知道到了现在 我们讲了什么社会形态演变 于是就用英国革命 来作为近代的开始 但是那是后来的事 在当时的欧洲 人们讲的这个 这个中世纪的结束 和近代的开始 就是以军事坦丁堡的 那个陷落 和新大陆的发现 作为一个标准 而且这两件事情 几乎同时发生 是吧 这个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是在1492年 而这个 军事坦丁堡的陷落 是在1453年 而且军事坦丁堡的陷落 只是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霸权的开始 在1453年以后的200年中 200多年中 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力量扩张 一直是很厉害的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是吧 它在1453年的时候 只占了很小的一块地方 就是这个蓝色的这块地方 是吧 但是在后来的 这两个世纪中 它发展成为一个横跨 欧亚非三周的 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 它的军队从军事坦丁堡 最远一直达到 欧洲的福地 是吧 达到维也纳的城下 当时的什么匈牙利啊 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等等 包括希腊 是吧 等等 都是它的那个领土 那么在亚洲 它占领了整个两河流域 是吧 在这个非洲 它占领了整个北非 就是穆斯林地区 但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大帝国 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大国崛起 是吧 没有把它提出来呢 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就是因为 土耳其 有所谓的传统性质 而没有所谓的近代意义 不过啊 我们这里要讲的传统 近代 其实应该讲 主要是针对 这些征服者 他们自己内部的国民关系 而言的 是吧 其实啊 就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而言 传统和近代的区别 并不是很重要 中国人在当年 曾经被传统的蒙古军队屠杀得很厉害 是吧 那个蒙元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蒙古人在 在灭金灭下灭宋的这个过程中 是吧 曾经到处都在屠城 那么蒙古人当然是传统的 但是到了近现代 我们又被现代的日本军队屠杀过 是吧 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那个抗战七十周年嘛 是吧 这个南京大屠杀 这都是我们记得的 是吧 那么美洲的原住民 曾经因为近代的殖民征服 而被迫皈依基督教 而在这以前 世界上的很大一片地区 波斯 中亚 巴尔干地区 那里的原住民 曾经因为阿拉伯帝国 和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征服 而归一 伊斯兰教 这两个过程 应该说也是差不多的 是吧 都是因为这个传统帝国的扩张 而导致的 这个文化的征服 至少 至少对于当时的受害者而言 不管是传统帝国的征服 还是近代的那些征服 区别并不大 那么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呢 其实真正的区别就在于 传统大国和近代大国 他们的立国的原则 或者说是基本的制度 以及这个制度 对世界 对后世的影响 是有截然不同的区别 尤其是他们这些国家 和他们的老百姓 之间的关系 是吧 也就是国家强大 但是你老百姓的地位怎么样呢 我认为这是真正的 近现代的国家 和这个传统的大帝国 最大的不同所在 是吧 也就是说 国家崛起了 国民是不是地位也提高了 是吧 国家崛起 是不是伴随着 公民权力的提升 是吧 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国家 从领土讲 从人口讲 都是小国 甚至从 殖民增幅建立的 势力范围而言 也 谈不上是大国 比如 大国崛起中提到的 一个所谓的 海上强国 河南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河南 就本土而言 它只是小国寡民的 从来也没有成为 领土人口意义上的大国 而且 就算是在 殖民地和势力扩张的那个时期 它也 不能和西班牙 葡萄牙 英国 法国 这些大国相提并论 其实啊 河南人在历史上 就殖民政府而言 它并不是很 并不是很有能耐的 是吧 在历史上 真正比较有意义的 河南的殖民地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 河属东印度 是吧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印度尼西亚 除此以外 河南还有一些殖民地 但是那都是小不掉 小的简直就不足挂齿 是吧 比如说在 拉丁美洲 有所谓的 河属安地列斯群岛 河属贵亚那 等等 那都是很小 我们知道 它以前在北美洲 也有一些殖民地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比如我们今天的纽约 最早就是 河南人的殖民地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 纽约是我们这个 这个翻译 不太标准的一个方法 是吧 New York 按照我们统一的 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词都应该翻译成 新约克 是吧 就像那个 New Zealand 是吧 我们把它叫做新西兰 像澳大利亚的 新南维尔市 是吧 就是New South Wales 是吧 我们一般都把这个 New翻成 翻成新 那么这个 纽约啊 它原来是 荷兰人占领的 一个地方 当时的名称叫做 新阿姆斯特丹 是吧 就是荷兰的首都 后来被英国人占领以后 就改成 新约克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纽约 New York 可是荷兰人 他就保不住 这个新阿姆斯特丹 也就是说 他的军事上 其实并不强 不要说打不过英国 其实我们中国人 最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荷兰人当时就被 郑成功打败过 而郑成功是什么 我们大家知道 郑成功并不是当时 中国的政府军 郑成功用今天的话来讲 只是当时的一股 反政府武装 是吧 当时那个 清皇朝 是吧 已经征服了 几乎全部中国 这个 郑成功啊 只是明朝 蝉鱼势力 支持明朝 蝉鱼势力的 一支 主要以海上商人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个时代是实行海禁的 所以做生意 是非法的 因此这个海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和海盗也 差不多 郑成功就是这样一支 既算海商 又算海盗的 那样一支武装 原来他的 郑成功 他爹 郑成功 原来是以日本为基地的 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 明史中讲的那种 倭寇了 但是大家可能也知道 这个所谓倭寇 其实基本上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而且头目也是中国人 那么 郑成功他父亲 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人物 后来受了招案 成了一个总兵 然后 清朝打过来以后 他支持明朝的残余势力 和清朝 打了很长时间 但是他在 陆地 他打不过清朝 当时他的根据地 就是萨门 金门 这两个岛 但是在陆地上待不住 他要找一块 安身之地 于是就 去打台湾 台湾当时是被 河南殖民者控制的 然后 郑成功就把 河南人打败了 是吧 你看这个 郑成功打不过清朝 但是他可以打败 河南人 可见这个 河南人 其实并不怎么样 是吧 并不是很什么 我们以前经常讲的 舰船力炮 是吧 这个河南 好像并不是很厉害的 这个连 连中国 这个 一直反政府武装力量 他都打不过嘛 是吧 而且郑成功 首先是打不过清朝 他才去打 他才去 收复台湾的 可见 河南人打仗 其实并不行 他在东方 败于郑成功 在西方 是吧 他也打不过 像英国 西班牙 这样的国家 而且 我们 我们还知道 河南的移民呢 大家知道 所谓殖民 这个词 就是那个 colony 是吧 这个词 最 他本来的意思 就是移民 而 西方国家的移民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移出去以后 他就要闹独立 他并不承认是 这个国家的 那个宗祖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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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名 那么在这一点上 大家知道 北美就是英国移民 后来闹独立 而这一点 荷兰人表现得最明显 是吧 荷兰移民 到了一个地方 他就要闹独立 因此 是吧 这个荷兰最有名的殖民地 除了印尼以外 还有一块 就是南非 可是南非的荷兰居民 荷兰移民 从来没有什么 爱国主义 什么祖国的这种观念 是吧 他们到了南非以后 他们就拒绝称他们为荷兰人 而称他们为什么呢 称他们为非洲人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 现在我们把他们翻译 叫做 阿非利堪斯人 是吧 有的又把他叫做 阿非利卡人 实际上就是阿非利卡 是吧 就是那个非洲的意思 这一点 其实和美国人一样 美国人原来也是英国移民 但是他们后来叫做 American 是吧 这个 这个荷兰人到了非洲以后 他们说他们是 阿非利卡 是吧 但是美国人 毕竟还当了 几百年的英国臣民 而这个阿非利卡 就几乎没怎么当过 荷兰的臣民 是吧 他们很早就 那个那个自行歧视 是吧 以至于他们自称叫做 阿非利卡 而外部的人 把他们叫什么呢 也没有把他们叫英国人 是吧 把他们叫做布尔人 是吧 所谓布尔人就是 就是农民的意思 是吧 我们知道 那个最近这些年 我们引入了一种南非产的山羊 是吧 就叫做那个布尔山羊 是吧 实际上就是这帮 这帮荷兰裔的居民 才养出来的东西 那么这帮人 他们也缺少祖国意思 是吧 这些人 别人称他们布尔人 他们自己称阿非利卡 但是谁也不把他们当 荷兰人看待 是吧 他们在南非成立了几个独立的共和国 他们真正爱的是这些共和国 后来他们和英国发生矛盾 是吧 于是就产生了 我们后来的历史中称之为 最早的两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的 就是所谓的英部战争 是吧 我们现在有一些教科书说 帝国主义时代的标志 就是三场早期的帝国主义战争 就是美西战争 日俄战争和英部战争 但是美西战争是美国和西班牙打的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国打的 而这个英部战争 可不是英国和荷兰打的 是吧 你只能说是英国人和一帮荷兰的移民 他们打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 就很难理解这种现象 他们说英部战争 是英国与荷兰争夺南非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 我觉得这个话就显得有点不太了解情况 是吧 布尔人虽然是荷兰裔的移民 但是他们并不代表荷兰政府 他们也不承认他们是荷兰人 是吧 当时跟英国人打的基本上是布尔民兵 那么我们下面这张照片 就是英部战争的照片 是吧 英国是正规军 但是布尔人基本上是一帮民兵 是吧 那么因此啊 布尔人并不是荷兰人 而荷兰人 当时老实说 不仅国家很小 势力范围也不大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大国呢 因为 对荷兰人的一些制度创新 的确对世界 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 他们的国民 也因此充满了自豪 是吧 不仅像股份公司 像联省共和 这些制度 对后市有巨大的影响 荷兰人的商业势力 可以说是 无远福建 而且 荷兰人的文化影响力 曾经 远背东亚 是吧 至少大家知道 在我们的东陵日本 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 就把荷兰人 当作西方人的 代表 是吧 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 介绍西方的学问 叫做什么呢 叫南学 为什么叫南学呢 那就是因为 日本人是通过荷兰人 接受近代文明的影响 是吧 因此 荷兰人的 是吧 他们国家虽然不强大 但是他们的 制度创新 应该是很有成就的 也因此 他们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 是吧 那么 我们都知道 按照这个大国崛起的说法 荷兰人在海上 的霸权 后来被英国夺去了 其实老实说 这个说法 我觉得不是很确切 其实老实说 这个说法 我觉得不是很确切 因为正如我刚才已经讲了 荷兰 即使在原来 他的霸权也 也是图有须名 是吧 你想他连正成功都打不过 他能有什么太大的霸权呢 但是 到他被英国打败以后 那当然就更没有霸权 是吧 但是即使在那以后 他的霸权虽然衰落了 但是荷兰人的富裕和文明 仍然让世人呈现 而荷兰人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 也一点不亚于当年 所以如果要讲崛起 我觉得的确这是一个问题 荷兰当年在什么意义上 曾经崛起过 说他成了大国呢 是吧 其实根本就没有 如果按照领土人口 哪怕按照殖民地势力范围 他都没有成为大国 是吧 但是他的社会制度 是吧 他的国民地位 他的制度创新 是吧 他的文化 是吧 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而到了今天 我们也不能说 在这方面荷兰衰落了 是吧 即使在今天 荷兰仍然是一个 非常先进的国家 而且也是一个 是吧 大家都不能小看的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 大国崛起没有提 那就是 最近 经常被中国人提起的 大家知道 前几个月 人民大学前校长 前副校长 谢涛同志 写了一篇文章 讲民主社会主义 这个民主社会主义 到底怎么样 现在我们姑且不讲了 但是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人们讲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 想到的典型 就是瑞典 是吧 大国崛起 没有提到瑞典 但是实际上 我们知道啊 瑞典曾经有一度 在欧洲是非常强大 那就是在17到18世纪之交 瑞典的军事政治实力 在欧洲 一度属于 头两三强 是吧 可以说仅次于英国 有的说也次于法国 是吧 他曾经打败过俄罗斯 他的军队曾经 打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 是吧 他曾经打败过波兰 波兰当时也是一个强国 曾经打败过丹麦 曾经打败过德国的 很多大诸侯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 但是德国有几个很大的诸侯 那还是很厉害 是吧 什么沙克森啊 奥地利啊 普鲁士啊 是吧 都相当厉害 他曾经 但是这些诸侯 很多都曾经败在瑞典的 那个 那个 军队面前 是吧 他曾经把波罗的海 变成了瑞典湖 他曾经 冰封直指莫斯科 曾经把波兰 变成了他的附庸 曾经干预 奥地利的王位继承 甚至 最厉害的时候 他曾经 横扫欧洲 我们知道 今天的瑞典 是一个 北欧的 斯坎迪纳维亚国家 但是当时的欧洲军队 当时的瑞典军队 曾经打到过 东南欧 也就从欧洲的西北部 一直打到东南部 是吧 最后 与俄国的彼得大帝 会战于 南乌克兰的 波尔塔瓦 是吧 这是在欧洲历史上 很有名的 波尔塔瓦会战 这个波尔塔瓦会战 瑞典打败了 而且从此以后 他的霸权就一蹶不振 而且很有意思 这个波尔塔瓦 因为瑞典扩张得很厉害 是吧 波尔塔瓦已经是在欧洲南边了 因此 瑞典国王 在波尔塔瓦战予打败以后 他并没有逃回瑞典去 因为瑞典已经很远 他是逃到哪里去了呢 他是向南逃到土耳其去了 因为他当时那个这个战场已经是离瑞典很远 离土耳其很近 这就说明当时瑞典的军力的确是很一度很厉害 是吧 一度打到几乎和南边的土耳其会失的那种地步 这个时候的瑞典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军事强国了吧 波尔塔瓦会战以后 瑞典衰落了 在战后签订的尼斯塔特合约 瑞典的那个基本上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么小小的一块地方 他的势力范围都丢光了 他的军队再也没有成为气候 可是很奇怪 瑞典在军事很强大的时候 他在当时的世界文明中并没有什么地位 到了1708年 波尔塔瓦战域瑞典大败 国王逃奔土耳其 是吧 这个尼斯塔特合约以后 他的霸权彻底崩溃 而且从此再也没有恢复 但是瑞典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却恰恰就是在这以后 才明显的崛起 我们知道战败以后 瑞典人痛定失痛 废除了专制制度 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叫做自由时代 在瑞典建立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都居欧洲前列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没有任何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情况下 瑞典的工业化 大家知道也是后来居上 瑞典现在是一个世界上 人均工业产值数一数二的国家 当然这个国家比较小 但是如果按人口平均 它的工业比美国还要发达 我们现在经常说 说欧洲的这个工业化就是靠剥削殖民地起家的 对于有些国家来讲可能是这样 但是很多国家并不是这样 像瑞典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殖民地 甚至连私利范围也没有 但是它的工业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而且它的文化也很发达 我们知道瑞典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会知道 那就是现在这个诺贝尔奖 无论在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都是世界最高的 无论是理科还是文科 还有一个所谓诺贝尔和平奖 当然了这个和平奖是在挪威平的 但是其他的这个诺贝尔奖都是在瑞典平的 瑞典人平出来的那就是世界第一 你可见它的这个地位还是很高 而我们知道 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 更是独步于全球 以至于现在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概念 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模式 它先是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世界性的样板 人们一讲民主社会主义就说是北欧模式 而所谓北欧主要指的就是瑞典 而在苏联崩溃以后 又曾经成了全球几乎唯一还有感召力的 社会主义样板 是吧 因为当年苏联的那一套 90年代以后就没有什么感召力了 是吧 整个苏联这个这个也都崩溃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左派 欧洲的左派就成了言必称瑞典 是吧 成了各个左派的一种是吧 那个捍卫左派理想的时候 经常举的例子 那么今天的瑞典人 有谁还会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以前 所谓伟大国王的光荣呢 是吧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瑞典国王很厉害 有强大的军队 大家都怕他 是吧 但是这样的所谓光荣 是吧 今天有几个瑞典人 还想追求呢 但是如今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 岂是当年的那些臣民 可以比较的呢 这也就是说 有些国家 他虽然国家并不大 军力也并不见得很强 私利范围 也不见得很多 但是 是吧 他们国家的人民 就是比较自豪 是吧 他们国民地位很高 制度先进 是吧 所谓的 所谓的 自由的国家 伟大的人民 是吧 大家都很尊敬他们 但是另外一些国家 我们知道 也有国家很强大 国民的尊严 也是 非常 非常可观 是吧 这个国民尊严和国家强大 国家都同时并存 是吧 像美国啊 英国啊 是吧 这些国家 都曾经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知道 历史上有过和瑞典 荷兰这些 恰好相反的例子 那就是 国家很强大 但是老百姓很弱小 是吧 国家崛起了 但是老百姓 却跪下了 是吧 这样的例子 老实说 我觉得 我们中国古代 就很典型 大家知道 中国古代有一个 时代很厉害 是吧 这个秦始皇统一六国 秦王扫六国 虎士和雄哉 是吧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 那个事 那个秦朝的确是 武力非常强大 是吧 国家扫平了六国 是吧 统一了 中国 是吧 成了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很庞大的 军事强国 而且人口和 地方 在当时的世界上 应该说也是 很厉害的 但是 我们不要说 反对秦国的那些人 就说秦朝统治者自己 他们是怎么 评价他们老百姓的地位的呢 是吧 应该说我这里讲的是 秦国的主旋律了 不是什么反对派言论 也不是什么 反对秦国的那些人的说法 我们知道秦国 他的主流意识形态 就是法家 是吧 像商鞅 韩非 以他们为代表的 这个法家是 秦立国的理论基础 是吧 是他们的那个主流 是他们的那个主流意识形态 可是法家就明确讲 秦的 国家的强大 是以老百姓的 那个软弱 作为条件的 是吧 大家可以读一下 商鞅 大家知道商鞅变法 是秦国强大的一个 关键点 商鞅 他有一本著作 当然有的人说是商鞅的后学写的 不一定是商鞅本人写的 但是显然反映了商鞅的思想 是吧 这个商君书 专门就有一章 这一章的题目就叫做 弱民 是吧 这个一章 他就公然宣称 民弱则国强 民强则国弱 有道之国 物在弱民 是吧 就是国家要强大 老百姓就不能强大 老百姓强大 国家就要衰弱 因此 有本事的国王 一定要削弱老百姓 是吧 为什么要削弱老百姓呢 商鞅说 老百姓如果要强大 那你国王就支持他们 就很困难 是吧 这个这个 这就不行 是吧 因此 老百姓如果要强大 国王支持他们比较难 那么国家就没法 对外征服了 因此国家要对外征服 首先就是要 征服自己的人民 是吧 商君书和韩非子 这两部著作啊 都是非常 都是奇书了 也就是说他有些话 有些道理讲得 非常之直白 一点掩饰都没有 是吧 就是就是应该说都是 大实话 是吧 你看这个商君书怎么说的 他说能治天下者 必先治其民 能胜强敌者 必先胜其民 是吧 他就把自己本国的老百姓 当做敌人的 是吧 他说你能征服天下 你首先要 征服你自己的老百姓 你要打败强敌 你首先要打败你的人民 是吧 这里啊 我要讲 最近有一种言论 说这个民主制度啊 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吧 说这个 有人说啊 民主制度最早在希腊罗马 形成的时候 主要是希腊罗马人太好战 是吧 他们想对外扩张 想欺负别的民主 因此他们特别强调 他们自己人要团结起来 因此他们自己搞了民主 是吧 搞民主就是为了对外征服 是吧 那么这些人说 我们中国人就比他们要好 我们中国人比较爱好和平 不想去统治别人 因此我们在内部就可以不搞民主 是吧 因为我们是不喜欢去征服别人 统治别人的 是吧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征服别人 而搞民主 是吧 我们就搞那种皇帝 是吧 那就挺好 可是这个说法 我觉得最大的反驳 你看看商君书 是吧 他就明确说 他就是要对外征服 而且就是因为要对外征服 他才要搞专制 是吧 所以我说啊 有一些人说 中国的传统就是不想征服别人 所以才愿意专制 这难道不是婚化吗 法家的极端专制 难道不就是为了要征服别人吗 是吧 但是法家说得很清楚 你要征服别人 你首先要征服你自己的老百姓 是吧 国家崛起 你就是要把老百姓压在脚下 是吧 这个商君书和韩非子明确的 而且讲得非常赤裸裸 是吧 一点都不掩饰 是吧 商君书就明确讲 民胜其政 国弱 正胜其民 兵强 是吧 说这个老百姓如果胜过统治者 那国家就要衰弱 而统治者能够胜过老百姓 那国家就会强大 因此法家认为啊 为了致民 你是绝不能心慈手软的 商鞅说 自主无忠诚 慈父无孝子 这句话老师说和儒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儒家是强调 父慈才能指孝的 是吧 你这个做父亲的 你像个父亲 是吧 对儿子很好 对子女很好 子女才能孝顺你 可是商鞅说什么呢 这个话老师说 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是吧 商鞅说啊 你这个父亲好了 子女就会受到溺爱 他反而不尊敬你了 是吧 这个孝子是怎么来的呢 是棍棒底下出来的 是吧 就是这个啊 你看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是 慈父无孝子 什么父才有孝子呢 那就是打孩子打得最厉害的爹 是吧 孩子最孝敬他 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 慈父无孝子 当孝子 你要有孝子 你就不能当慈父 是吧 自主无忠诚 啊 关心老百姓的统治者 你就没有忠诚 是吧 你这个统治者要对老百姓越狠 是吧 老百姓才越怕你 是吧 他就这种逻辑 是吧 那么商鞅又说 为了若民 不能让老百姓 日子过得太富裕 是吧 农有于食 则薄艳于碎 啊 这老百姓吃饱了肚子 他就会 啊 游手好闲 啊 无所思事 是吧 一定要让老百姓 那个杜贫厄的前心贴后心 然后他们才拼命的去干活 是吧 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 是吧 韩非专门有一句话叫做 竹民何可以为之 啊 就是有些人说 让老百姓富足了 天下就大致了 韩非说 哪的话 是吧 这个老百姓如果都富了 是吧 这国家才难治理了 说这些人富起来了 他们就不把我们当官的放在眼里了 是吧 平时啊 我们很神气 是吧 他们都穷兮兮的 是吧 看着我们就下跪 是吧 结果现在他们一个个都当了个体户了 就都不把我们 呃 呃 当一回事了 那不行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 竹民何可以为之 是吧 善治国者啊 就是要使老百姓家不积数 上场也 是吧 所有的东西啊 都不能让老百姓藏在家里 最好是让老百姓家里头没有余粮 是吧 所有的粮食都藏在那个国家的仓库里头 是吧 而且要用严格的宝家制度 是吧 严行俊法来禁锢他们 是吧 并且要使这些想摆脱自顾的这些人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是吧 按照这个这个上扬的说法 行间无所逃 迁徙无所入 是吧 行间之治 连以武 辩子以章 俗子以令 处无所处 罢无所生 是吧 你没有 政府的证明 你就根本就走不出去 是吧 这个 上扬后来自己 就被这个制度给弄死了 是吧 我们知道后来他在秦朝的那个 那个内部斗争中 他失事了 是吧 然后他就出逃 出逃跑到一个地方想住旅馆 然后那个旅馆老板说 你要拿出那个省一级的证明来 才能允许你住旅馆 否则我们不接待 是吧 那个 他说 这怎么 他说我要住旅馆 你怎么不接待呢 他说你看 这是商君有令 是吧 就是商鞅自己的规定 是说是那个 老百姓如果没有国家的 没有官府的特许 是不能乱走的 是吧 于是这个 商鞅就长叹一声说 哎呀 我做的法把我自己给装进去了 是吧 于是就有了一句中国的成语 叫做做法自闭 那么因此这个 的确是 他搞得是很厉害 是吧 这个商鞅啊 我们知道 我这么讲商鞅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 意外 因为以前我们的历史书 把商鞅描写的都是很 很正面的 是吧 可是我讲的这些话 你去看一下 是吧 商鞅的确就是这么认为的 是吧 他认为啊 老百姓都是些建骨头 是吧 你千万不能让他们随愿 是吧 你随了他们的愿 他们就会弄奸耍滑 是吧 你让他们富起来 他们就不知天高地厚 是吧 只有让他们穷愁潦倒 他们才会卖力 是吧 用文言的原话 叫做 任民之所善 故坚多 你要按照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是吧 所善就是他们喜欢的 啊 你要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他们就会 啊 兼多 是吧 民贫则利 民负则因 是吧 老百姓啊 穷愁潦倒 他们就会卖力 他们富起来了 他们就会是吧 就会那个那个啊 不知天高地厚了 是吧 人民必须屈辱 这样他们才知道大人的尊贵 必须卑贱 这样他们才能懂得当官的厉害 必须贫困 这样他们才会为你的赏赐而卖命 他们才会为你的赏赐而卖命 是吧 这是商鞅的另外一个排比句 民辱则贵决 是吧 人民必须屈辱 是吧 你这才知道大人的尊贵 弱则尊官 是吧 你必须卑贱 这样你才知道当官的厉害 贫则重赏 是吧 你穷得一塌糊涂 是吧 这样你才能够 是吧 这个这个为了 我给你一点赏赐 你就可以为我卖命 是吧 那么因此商鞅讲的富国强兵 意味着什么呢 是吧 他讲的富国强兵 就意味着 要让老百姓 存沦在乳若贫鱼之中 是吧 这样的一种强国 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吗 是吧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秦灭六国 大家知道 给六国人民 是带来了很多灾难 是吧 什么那个 那个长平之战 是吧 这一家伙就啃了四十万 那个赵族 是吧 秦国军队当时很残暴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秦国人民 他们自己的感觉如何呢 是吧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以前的这个史学界是有争论的 曾经有 这个史记中啊 有这样一段话 说关宗这个地方 在秦的治理下 很富 说关宗之地 于天下三分之一 人重不过十分之三 然量其父 时居其六 也就是说 关宗这个地方 我这里要讲 司马迁讲的关宗 绝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讲的关宗平原 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 他讲的关宗 实际上是指六国统一以前的秦故地 也就是作为六国之一的秦所统治的全部地方 包括整个西北 包括现在的四川 是吧 我们知道四川在统一以前已经被秦占领了 是吧 而且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像那个李兵修 朱江燕 都是在那个时候 那么他说啊 这个地方当时非常之发达 因此有人说秦国的这个制度啊 对于这个秦的经济的繁荣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可是这个说法在最近几十年内 很多史学家都觉得这是靠不住的 是吧 他们经过考证以后 都指出司马迁的这段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 并不可信 他们根据史记本身和一些其他史料 对于秦汉时期各个郡国的提供的数据 是吧 哪一个郡有多少人 有多少土地 是吧 有些什么出产 根据这些数据分析 他们觉得啊 包括战国时期全部秦固地在内的大关中 那个土地的确占到三分之一 但是人口只占到不到百分之十七 而且就是在百分之十七 它的生产也养不活他们 是吧 秦固地的经济是不能自给的 而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是关东的 卫 兆 韩 齐 这四国的固地 这四国的固地 是吧 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一 人口却要占到百分之六十 而在集中了那么多人口的情况下 那里无论是工商业 而手工业还是粮食 都是自己有余的 在秦汉时代 每年他们都要向关中输出四百万弹 还包括大量的纺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 所以上海复旦大学的葛建雄先生就说 他说全面考察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 我们不能不承认 当时最发达的地区是关东 主要的财富也是在关东 而不是在关东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经济既然不发达 政治又非常之苛报 是吧 那么秦人到底图什么呢 是吧 商鞅大人有一句话 我们听了都觉得很惊讶 他就明确说 正作民之所恶 民弱 正作民之所乐 民强 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 这句话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为政者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正作民之所恶 而绝不做老百姓高兴的事情 是吧 也就是正作民之所乐 他说啊 正作民之所恶 民弱国强 是吧 你就有能力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 这才显示你战胜了老百姓 老百姓弱了 国家强了 如果你要顺从老百姓 老是要做老百姓喜欢你做的那些事情 那么这就说明 老百姓在牵着你的鼻子走 老百姓强了 国家就弱了 可是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就觉得 是吧 用今天是吧 我们这个胡锦涛同志的话来讲 是吧 和我们现在提倡的 与人为本 那就是截然对立的 是吧 那就是非常非常不以人为本 是吧 他就赤裸裸地讲 我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 我就不做老百姓喜欢的事情 是吧 这样国家才能强大 其实啊 古今中外的很多专制者 这样想的恐怕不少 但是敢赤裸裸地这样说 商鞅 恐怕大概是 算是最肆无忌惮的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 秦国固然强大 但是秦国人民的日子能好过得了吗 是吧 关于秦国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知道有很多描述 反对秦国的这些人的 比如说假仪的过情论 是吧 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些说法 我们我认为啊 我们不需要去引证了 是吧 因为这些人是反对秦朝的 他们把秦朝老百姓说得很糟糕 你可以说 他们是别有用心 是吧 他们是反秦的势力 商鞅本人 他就是秦朝的当政者 是吧 他们自己都这样讲 你能不相信吗 是吧 所以我说 是吧 我们只需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 统治者如果宣称 他自下的老百姓非常富裕幸福 我们要 思议 我们要看看是不是这样 是吧 不能说统治者说了我们就相信 但是如果统治者公然就说 他就是要把老百姓搞得辱 若贫 于 就是要振作民之所恶 那么老百姓的日子是怎么样 你还能怀疑吗 是吧 他自己就说 我治下的老百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是吧 如果他说我们治下的老百姓都住在天堂 是吧 是不是正在天堂 你要 你要研究一番 但是如果他说 我们的老百姓就住在地狱 而且说 我以此为荣 是吧 那你 是吧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啊 现在我们有一些人啊 因为秦朝的强大 就说这个秦朝的老百姓 如何如何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日子过得很不错 是吧 说强情造福于人民 这个说法 我觉得实在用不着谁来反驳 商鞅韩非 这些强情理论家 他们自己就是最有利的 反驳者 那么 为什么 这么这样的所谓暴情 他居然还能成就大业呢 是吧 这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前我们有一种说法 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 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个很善良的说法 是吧 但是这个说法 我认为只有在一种条件下 他才是事实 那就是在民主政治条件下 你的确可以说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因为民主政治 它本身就是要靠老百姓投票 来决定你能不能得天下 是吧 如果你不得人心 没有票数 没有多数票 你怎么可能得天下呢 这是不能得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泛化到 古代像秦始皇那种状态下 那就麻烦了 如果我们说不管民主不民主 只要得天下 他就是得民心 那就应了我们以前经常挖苦的一句谬论 成者王侯 败者贼 以前中国人经常有一种为得势的人辩护的理论 只要你得势 你就是王 只要你不得势 你就是贼 同样的一个人 他不得势 他就是贼 他得势了 他就是王 那么我们古代的儒家都认为 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是吧 我们做判断要有一些道德标准 是吧 不能什么都是太过功利主义 是吧 可是如果我们说 在不民主的条件下 也是得天下者就证明他得人心 那不就是成者王侯 败者贼了吗 是吧 其实 我觉得 在传统时代 应该说 得人心者得天下 是一种非常善良的理想 但是它并不是事实 在古代历史上 经常有一种规律 就是蛮族征服 野蛮的人比较厉害 是吧 我们知道像 那个中国古代 在那个中原王朝经常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打败 是吧 这是因为周边的少 那个那个游牧民族 是吧 就比我们先进吗 他们的人民就比我们 是吧 生活的好吗 不见得 而是从商鸯到韩非那些人 他们自己讲得很清楚 这些强情理论家 你看看他们的著作 你就会觉得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他们从来不去认证 我要怎么做 人民才会拥护我 是吧 他们认为这是非常浅薄 非常可笑的 我为什么要你拥护呢 我就是要让你虽然害怕 但是你还不得不服从 你不能反抗我 是吧 就是这种逻辑 是吧 他们从来不指望 人民如何拥护 人民会拥护统治者 他们更重不讲 如何争取这种拥护 他们讲的都是统治者 如何以法赏罚之 以速操控之 以示威吓之 在他们看来 国家要能够治理得很好 是吧 不在于使老百姓爱戴 而在于使老百姓害怕 是吧 不敢反对 或者你想反对 也无法反对 是吧 他们能够垄断组织资源 能够摧毁民间认同 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 玩弄厚黑的权术 能够搞一些威胁利诱 借力打力 挑动互斗 分化瓦解 潜在的反对者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 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况下 维持统治 这才叫高明 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是吧 你看韩非子 他就专门提到 他说你不要相信谁会忠于你 连你的老婆孩子 都不见得会忠于你的 是吧 韩非有一句名言嘛 是吧 叫做夫以妻之敬 及子之亲 乃不可信 则其余无可信 则已 说你不要看这些人都 三乎万岁 说我永远忠于你 怎么怎么 说这些人啊 都是靠不住的 他们其实 都是很恨你的 是吧 他们其实讲忠于你 都是假的 连老婆孩子 都不见得忠于你 他说但是 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就可以设计一种制度 使这些人 虽然并不忠于你 也不爱你 但是他们怕你 是吧 他们服你 这句话 就是后来 是吧 这个马基亚维里的一句名言 叫做令人畏惧 强于受人爱戴 是吧 受人爱戴的人 不见得能成了气候 但是令人畏惧的人 他是可以成气候 但是这样的成气候 是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呢 当然不是 是吧 应该说这样的强情 是很可怕的 是吧 也是我们现在 应该坚决反对的 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 大家知道 是吧 就是执政为民 就是以人为本 就是和谐社会 是吧 当然我们就 必须排除 这样的 这种做法 是吧 但是这并不是说 那个时候做强情 很可怕 那么我们就做弱国 怎么样呢 弱国难道会更好吗 是吧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关东的经济 比秦发达 关东的老百姓 在和平时期 他们的生活应该 也不会比秦国的老百姓 更差 但是 你有像秦的这样一个强龄 是吧 你如果不自强 你要被秦打败 那个苦难 也是自不代言 是吧 像赵国 遭到长平之败 几十万战俘 被暴秦坑杀 整个赵国当时 几乎就 没有了青壮年的男人 是吧 青壮男子 姓存无几 孤儿寡妇之国 真是苦海无边 所以那个时代 应该讲 暴秦的强国 弱民之道 固然可恶 但是关东六国 不知自强 他也是不可取的 而在那种情况下 是吧 如果我们再提倡一种 是吧 大家知道 在那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列宁曾经提过一个口号 叫做 让本国政府 在战争中失败 是吧 如果 持这种主张的话 那么对于战败的老百姓来讲 也是灾难 是吧 我们也不能持这种历程 那么也就是说 在那样的情况下 无论是强国主义 还是弱国主义 无论是国家崛起 还是国家衰落 对老百姓 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这种无解状态 于是就产生了 大家都 可能听说过的 原曲中的一段话 是吧 至今 遗恨 迷烟树 列国 周琴 周琴 秦汉楚 是吧 赢都变做了土 疏都变做了土 心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追求现代化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摆脱这种 困境 是吧 为的就是摆脱这种困境 为的是国家强大 老百姓 能够真正的 有自尊 而且国家即使没有霸权 老百姓的 人格 自尊和他们的生活 也能过得好一些 是吧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 瑞典和荷兰 他们并不是强国 但是他们的老百姓 非常自豪 是吧 而英国 美国这些国家 他们的国家很强大 但是他们的人民 也并不弱 而如果返回来 如果国家弱了 我们就像赵那样 是吧 被别人屠杀 强了 我们就像秦一样 是吧 这个这个 国强民弱 是吧 那恐怕就都不是什么 好现象 也不是现代化过程中 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 因此 所谓的现代化 我们要追求的 当然大国不用我们追求了 我们中国本来就是大国 强国当然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是吧 因为任何人都应该有民族自尊性 是吧 但是 现代化过程中 这个也是 我们现在经常要讲一句话 叫做核心价值观 是吧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是吧 我觉得既不是大国 也不是强国 但是它一定要是现代国家 是吧 也就是用我们最大白话的一句话 就是 人民是主人的国家 那么我们知道 传统时代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 国家兴亡 批肤有责 这句话 我觉得 没有讲错 但是我现在要说 作为现代国家 我们首先要讲的是 国家兴亡 批肤 先要有权 有权 才能有责 权责 需要对应 所谓 批肤有权 当然这个汉语中 有一个问题 就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英文词 在汉语中 都叫做权 力 是吧 发音是一样的 但写出来就不一样 是吧 那个power 也叫做权力 力量的力 那个right 也叫做权力 那个利益的力 我们讲的 批肤要有权 当然不是说 批肤都要当官 是吧 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去当官 都去 有那个 权势 是吧 就是有那个power 但是每个人 他们的公民权 都应该得到 维护 是吧 也就是说 每个批肤 他们的right 是吧 他们的这个 基本权力 是吧 都应该得到维护 国家兴亡 批肤先要有权 这才是我们 讲大国崛起的时候 核心要关注的问题 批肤无权 那么 心如秦 亡如照 心亡皆百姓苦 是吧 就是 那个 前面我讲的 是吧 心百姓苦 亡百姓苦 批肤有权 则心如英美 衰如河瑞 是吧 河南和瑞典 后来作为霸权 他们都衰落了 但是他们的老百姓 日子并没有难过 是吧 过得还是很好 是吧 你可以说 荷兰和瑞典 这样的国家 他们的老百姓 不管是在 大国状态下 还是在小国状态下 都是 盎然挺立的 是吧 这就是我们谈大国崛起的时候 是吧 应该 那个 应该了解的 是吧 一些真理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